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 5.3皮肤确定 全元送翅膀,胡桃除热了 官方太大放 深喝战不入混池 元神,5.3卡时更改 马威卡时机 胡桃传说任务的放出 新年冻杯套太可爱 元神,泡菜国心油抄袭痕迹太明显 就连兄弟都照搬 网友坐不住,大乱盾别太离谱 元神,120兑换码 八重悬银蜜石活动开启 限定外周等你来拿 元神,800元石 5.3兵符定位安排 6.0自东国首个地区放出 网友放出自制地图 元神,5.3卡时安排 三神级卡时,兵器将崛起 自东国新势力放出 元神,官方放出自东国消息 女皇储镜堪忧 新角色立会时间确定 元神,被雷电将军可爱到 宣传模式笑麻了 制作影片时真的不会笑吗 元神到西城系列年土人 雷电将军实物已出炉 官方还放出了相应的视频宣传展示 不得不说 这一期的宣传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创意满满 旅行者表示 制作视频的时候真的不会笑吗 在宣传视频中 使用了雷电将军的出场动画 和音乐作为辅助 用黏土小人独有的方式还原PV剧情 看到雷电将军的小表情 真的被吸引到了 就比如说甩剑的动作 背景特意增加了雷电效果 表情更换成了严肃脸 还别说真像那么一回事 另外还有雷电将军的定格立会 不论是角色的动作 画面展现方式也非常有新意 奶香一刀超级还原 该年图手办还可以更换表情和配件 官方还为每个表情单独设计的展示环节 就比如说微笑脸可以搭配团子牛奶摆件 这样的雷神看起来软软糯糯非常可爱 撑圆脸版本看上去 就比较正常了 有点类似基础摆件的样子 后说后面的稻妻石井小摆件没有实物吗 看起来也是非常不错的 最好看的还是淡染脸加手持装纹的设计 这样的雷神真的是又杀又可爱 如果后面再给设计一个光圈 岂不是更还原 看了一圈宣传视频后 个人比较喜欢的动作 就是这个胸口拔刀了 没想到官方竟然能如此贴心 用年图小人百分百还原了雷电将军的经典动作 根据官方发布的信息来看 雷电将军年图小人周边一上架 各位旅行者可前往官方周边店铺参与一定购买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 有没有贝雷电将军猛到呢 喜欢的话可以一定哦 原神5.2版本前站已结束 正式上线时间为11月20日 想要抽取恰斯卡 林尼、纳维莱特和钟尼的旅行者 则需要抓紧时间 根据时间的安排 立本回归 那么这一期它又带来了怎样的惊喜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海立本的对话中 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全新的区域 罗德卡莱 该地区位于自东的南端 那边聚集了天南海北的人 立本愿意为遍地都是发财的机会 结果没想到的是 那地方也得很 而且还有一套自己的秩序 在那边 没有骑士团 审判庭 立本还没进城门 在路上就被打劫了 有人让他去当地最大势力的 扶尼器商会看看 结果没想到 最后真的把所有货物给买了 更没想到的是 立本刚出城门 赚到的摩拉又被抢光了 不得不说 立本还是很良心的 哪怕没有赚到钱 也要给玩家发原石 通过此次的旅行来看 立本已经到达过自东国的附近了 那边的人相对比较野蛮 而且还有独立的统治方式 再加上官方惠用的反差设计 总感觉女皇的处境也不是太好 既然官方已放出后续版本的内容了 立即在5.5到5.6版本中 会放出更多信息 来为后续版本做铺垫 根据时间的安排 官方将会在11月18日放出5.3新角色立会 推测马威卡和倩特拉利登场 5.2版本正式上线时间为11月20日 全新区域开放 看来原神之后的热点将会集中在5.3版本 至于官方会带来怎样的惊喜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根据时间的安排 官方将会在11月18日放出5.3新角色立会 通过推测 马威卡和倩特拉利的概率较大 另外 对于卡什的安排又有新说法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5.3版本中的 基本可确定两位纳塔角色入词 比较有争议的就是复刻位的安排 目前共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安排则是深鹤和闲云复刻 毕竟是海灯杰 来两位礼乐角色热闹一下也是很正常 第二种则是弗妮娜和莱欧斯利 按照排序 也的确应该有一位封单角色加入复刻卡什 不过双神在同一期上线 概率还是有点低的 第三种安排则是温迪哈阿蕾奇诺 总体来说 玩家还是比较倾向于第一个有深刻的版本 如果真是如此 那么在5.3到5.5版本中 兵器角色将会扎堆出现 这是否意味着和之前所发布的 元素反应基础伤害上调有关 官方长这么久 怕不是想要台下兵器角色吧 根据百货奇货的活动 我们通过立本的口中了解到 自东国的周边处境 在罗德卡莱地区 最大的管理者不是女皇 而是弗妮器商会 由此看来自东的处境和我们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 一位名叫阿德斯大阿福的网友表示 自东女皇收集神之星完全是给旅行者做嫁衣 原本想用在自己身上改变规则 没想到最后集齐后反而是便宜了旅行者 女皇不是光之子 船舟部的第三降临者的一股 但旅行者可以 该网友推测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旅行者的却应该在最后一个国度崛起了 集齐其中元素后 怕不是会变成光吧 另外 外服那边还确定了两个活动 各位旅行者可以大致了解一下 距离5.2版本开启已进入倒计时状态 还未收取到胡桃和纳西达的玩家可要抓紧时间 除此之外 还有哪些新增资讯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根据时间的安排 官方将会在11月15日 更新深境螺旋 还未完成挑战的旅行者 需要看一下时间 完成全部挑战 可获得总计800原始奖励 另外 妮可大佬这边已经将深渊12层的Bars可以统计出来了 水行换人再次登场 血量高达360W 玩家可以提前准备好相应队伍进行挑战 11月18日 官方将放出5.3版本角色新例会 基本可确定是马威卡和倩特拉利 这两位角色的热度都很高 特别是倩特拉利 主打一个反差 推射奶奶会是融化队的一员 相信各位已经开始期待了 再加上海灯节活动的加持 相信这个版本肯定会非常热闹 然后再来说说有关自东国的新料 根据立本的活动文本 我们可以了解到 目前官方已放出了自东国周边的首个地区 罗德卡莱 其中还包括最大的势力伏尼契商会 通过立本所遇到的事情来看 自东国周围情况并不是很好 难道是说最后还是需要靠旅行者来解决问题吗 最后 再来看一下由外府网友自制的自东国地图 通过地图设计来看 应该是在蒙德的上方 除了雪山外 还有平地 以及比较特殊的区域 红色部分应该是特殊原成 或者是受到深渊侵袭所导致 管口位置相对比较小 组成也不是很大 资源看起来也比较密集 总体来说 对于这套地图的设计 完成度还是非常高的 不知官方什么时候才能放出6.0版本的全新区域呢 抖音RX原神群因密集活动开启 玩家可通过完成应由小任务获取原石 莫拉等游戏资源奖励 玩法非常简单 选择对应的关卡 通过上下键收集灵感素材 即可完成任务 之后通过分享 即可获得原石兑换码 奖励安排 原石120 莫拉1万 冒险家的经验2 其会画价1 值得注意的是 原石将会以兑换码形式放出 总计800万份 先到先得 各位旅行者别错过 不得不说 巴龙神子的这套联动时装还挺煞 运气好的话还可以获得力牌 雷射卡等周边奖励 根据时间的安排 官方将会在11月15日开启全新深渊 800元时等待玩家领取 11月18日 放出5.3版本的新角色立会 马威卡和倩特拉利正式与旅行者见面 11月20日5.2版本正式开启 想要抽取恰斯卡的玩家 别忘记提前囤好原石 对于5.3版本的卡石安排 目前说法有很多 新增了仆人和莱欧斯利的这一版 其实按照版本的活动来看 还是深河和闲云的概率要更高一些 具体安排到底如何 还需要等到5.2版本开启后再看 随着复刻位越来越拥挤 混池上线间隔时间较慢来看 遇到XP角色 还是尽早抽取比较好 非新版本角色 等待复刻的时间太长 官方需要提升角色复刻速度了 根据新增消息来看 葡萄的传说任务2又有新消息 上一次听到这样的内容 还是弗宁娜传说任务 虽然提出该信息的旧旧成功率较高 但相关内容还是大致了解一下即可 相较于给葡萄安排第二个传说任务 不如来个专属皮肤吧 毕竟可爱的小葡萄也需要日常弗纳 另外有关马威卡实际的安排 可以期待一下10月20日后续测试服消息 至于夜魂技能到底是不是骑摩托车 就需要通过测试服的内容了解了 最后美孚原神与快乐宁门的联动 将会在11月15日开启 根据安排 那边的代言人选择了可力合情 饮品看起来非常好喝 另外还有多多可联动杯套放送 不知国内与瑞幸的联动力度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 5.2版本的内容官方基本都已宣传完毕 本期内容来说说5.3版本的新增资讯 有关5.3版本卡实安排 目前说法不一 但新角色基本可确定为马威卡和献特拉里 那塔版本的巅峰剧情即将上演 铺垫了三个版本的马威卡在这个时候上线 不论是剧情热度 还是角色关注度都会很高 流水势必会大涨 考虑到复刻位置已经非常拥挤 推测混池将会在5.3下半版本 随着海灯节一起上线 上一期的安排为盟的角色 推测这次有极大的可能为离乐团剑 如果销进入混池的话 其他位置的安排将会是白族 七七 克勤 甘雨 以及夜兰 生号由于次数不足 还不能进入混池 推测会进入复刻卡池 玩家只要按照RXP抽取就可以了 有人会把推测的赠送自选常驻武器当真了 还是希望各位可以理性阅读 目前除了官方放出的与RXBOX联动资绑外5.3全幅发放 暂时没有确定的新奖励 对于版本推测消息 一定要阅读全文 要不然又要出现之前自选皮肤的梗了 由于下半正好赶上海灯节 按照惯例 将会有三款时装上线 按照以往的设定将会有两套五星角色的时装 外加一套四星角色时装 目前推测的活动时装为瑶瑶或者是香菱 五星角色皮肤消息为胡桃 还别说 挺富含礼乐风格 不过要注意的是 官方也有可能选择其他国度的风格服装 时机安排还要以官方为主 希望可以给我们的香菱安排一个玩字头纳 请不吝点赞 订esty 、亲自的流行